比對這個口音你就知道 這絕對是造假 然後對於這種假新聞 當前的執政黨 到底要做什麼什麼樣的事情 如果你這樣杜絕假新聞 就從這件事情開始做起吧 展示給我們看 你對假新聞 所做出的一個魄力 今天遇到一些民進黨委員 他們開玩笑的跟我說 習近平的40週年告台灣書 應該在11月24號之前 就應該出來 如果他出來的話 我們的民進黨 就不會辦得這麼難看 原因很簡單 目前已經被操作成 討厭共產黨 勝於討厭民進黨 現在目前為止 就是變成是這樣子 但真的是如此嗎 我真的必須要去說 蔡總統他一定要把 這個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身為國民黨員 我也從來不知道 九二共識可以相等於 所謂的一國兩制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強壓的 然後他在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果然營造非常多的聲量 他昨夜不是在發出 一個臉書上面說嗎 讓我們走出同溫城 創造台灣最大的聲量 因為蔡總統目前的聲量 的確是台灣最大的 只是這樣的創造出來的聲量之後 到底要把台灣帶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就是要去問 然後呢 然後呢 我覺得這東西讓我最不能夠接受的就是 他擴大的去曲解九二共識 真正的一個內涵 然後特別讓告訴大家說 你如果支持九二共識 你就不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你如果不支持台灣民主的自由的話 那你就是民族上面的如何如何 我必須要說以前在到高雄去 三山肇事的時候 在替韓國瑜助選 然後對群眾講的話的時候 我們都口徑一致的問大家 難道就只有民進黨可以愛台灣嗎 其他人都不能愛嗎 因為過去他們就常常操作 你只有維護主權 是民進黨的唯一的責任 你維護主權你就是愛台灣 他完全把這樣的事情 事事而非的東西全部扭曲在一起 你果然可以看得出來 他現在透過假新聞 透過所有的方式 然後來告訴大家 營造成一個接受九二共識 就是接受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就是沒有中華民國 沒有中華民國 就沒有所謂的自由民主 然後維護自由民主的是誰 民進黨 民進黨誰可以維護自由民主 就是蔡英文 如果你的邏輯這樣一串下來的話 大家就聽到最後就變成 支持九二共識 就是不要支持國民黨 支持蔡英文就可以維護 台灣的自由民主 這就是目前裡面 最大的一個謬論 你不要忘記了 過去我們所提到的 蔡英文曾經在很多時候 在他之前 他在臉書上面都有告訴大家 九二共識是一個事實 只是大家的解讀不一樣 而且他特別在他的 總統當選的時候告訴大家 九二共識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你是要完全推得一干二進 他說九二會談 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 九二會談 九二共識 然後又告訴我93年的孤安會談 所以這整個部分完全在賣弄文字 我們不管文字是什麼 其實過去馬政府時代 這是非常清楚的 盡量造成一些比較模糊帶的一個空間 然後能夠維持兩岸的平等發展 過去八年來也都是如此 可是你現在透過你自己執政之後 你已經不是在維持現狀 而且你已經把兩岸的關係已經載縮到 完全是以毒不回 當兩岸的關係被你載縮到 已經完全是冰凍的狀況之下面 你又拋出來了一個 我因為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不要九二共識 你不覺得你把它載化到這個程度 但我們也必須要承認 當你被載化這個程度的時候 國民黨要面對2020的選舉 你勢必要有一個不一樣 或是更深刻的一個論述 因為九二共識已經被污名化了 現在已經完全被操作到九二共識 就已經是等於一國兩制 在面對這個現實當中的話 大家都不去思考 是誰把它載化了 載化完之後 你又說我沒跟過去是不一樣 這個邏輯 我覺得大家真的是要有 很大的一個思考 我真的必須要說 2020的總統的大選 兩黨都必須勢必會 對兩岸關係停出新的 或者是不同詮釋的一個方法 但是我覺得以中國國民黨而言 很清楚你就是克遵 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的憲法的一宗 就是指的是中華民國 我們敢講說一宗 只指的中華民國 你覺得我們講的是謊話的話 那你告訴我 你兩年多來 台獨難道不是一種謊話嗎 你如果要批評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的台獨 你都是你全黨執政的 你為什麼把它付諸實際 你就從修改憲法開始 你又不敢 所以你完全就是完全在綁架 用一些你自己曲解的文青語言 然後來告訴大家 完全不是事實的一個 存在的一個東西 那你這個部分 即使你可以在目前為止 曲解的這個說法 我們還是要問 在曲解完之後 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你一個領導者 你不能讓火車去對撞 你對撞的下場 你又不去告訴大家 只能告訴我說 我們就是不要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不同意 所以支持民進黨 支持民進黨 就必須要選擇蔡英文 這個邏輯我們能夠接受嗎 請大家還是要勝辭 蔡英文總統主張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嗎 他的解讀他認為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你就這個照片換掉就對了 對不對 對 所以蔡英總統 是這樣解讀的 國民黨剛剛柯智惟委員講說 沒有 我過去採訪國民黨 我的理解國民黨的認知 也不是等於一國兩制 上一次我也 對 它有一個階段性的問題 如果哪一天 兩岸政界要統一了 才會進入到 你是香港模式 我們模式 還是有一個新的台灣模式 怎樣的兩制才會到 現在根本還沒有到 而且我們有我們的主權跟治權 我們台中市的市長 這次選出來是盧秀燕 高雄是韓國瑜 大陸能決定嗎 對不對 像台南是黃偉哲 大陸能決定 不行 所以基本上 再去打這個比仗沒有什麼意義 但重點在於 既然這是蔡總統的解讀 而你卻又直接把習近平 那一天的談話 下面的口白改掉了 這個圖已經很清楚了 其實我在幾天前的時候 我跟網友就講了這個事情 因為很多人傳給我看 他說你在盛後龍裡面講說 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 不是同一件事情 可是習近平就是這樣講的 所以他是看了這張截圖 本來只有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 我馬上去找了 就是這個公視新聞的 12點29分03分 找出來對比還放影片 網友才知道 所以我那個直播 也很多人看 原來是這樣 我把它放更大一點 秀燕這個很清楚了 大家看他這邊講的就是 兩岸就是這樣 我把它放到最大你就懂了 就是所謂的口白 你看這裡很清楚有沒有 觀眾朋友 他就是基本上是當天這個新聞 在12點29分03秒的時候 習近平真的講到 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 你把它放大看是這樣 但是改圖的人 他把這個地方 你看在手的旁邊這裡 他把它用薄末擋掉以後 有沒有 九二共識一國兩制 他薄末只擋到這裡 攝影師可以再放大一點 看到他只擋到這裡 連民國這兩個都沒有擋 為什麼 因為他的原始剖白沒有那麼長 對齊一看就是他遮到這裡 所以只要遮到這裡就好了 你要擋 你全擋我還信你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裡其實是模糊的有沒有 這裡是一個薄末在的 但是旁邊這裡其實最後兩個字 民國的上面這裡沒有薄末 所以他這個明顯是造假 對就是說 這個點大家都知道 好 現在重點就來了 兩岸的問題是很敏感的 藍綠之間是擁有不同的旗艦 但你怎麼可以把別人沒有講過的話 我再一次強調 我相信所有支持 分享這個圖的人 他雖然沒有從習近平 可能聽到這句話 可是聽到這個感覺了 他就是這樣說的 但是就算你是這樣的主張感 你也不能辯造別人講的話 如果今天用蔡總統的話 蔡總統隨便講了一句什麼 他沒有講過的也造假 然後也在大陸的微博傳說 蔡英文怎麼樣能接受嗎 所以今天倒回來看 反而覺得 這是所謂的兩岸紅利 因為政治人物常常講 兩岸紅利可以怎麼樣 大賺錢 賺大錢 政治上也有兩岸紅利 當某個族群去操弄 另外一個族群的對立的時候 政治上在選舉上 這次看起來就是有 就是說你把這整個過程當中 讓九二共識等於是毀掉了九二共識 也間接毀掉了韓國瑜 支持九二共識 在高雄發展的機會等等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看到的是 政治的操作比較多 我回到2016年的1月 觀眾朋友去想 為什麼我還要講2016年 2016年的1月 16號是選總統 在1月初的時候 有第二場的政見發表會 那天我還在電視台 我還當主持人 當天朱立倫就問了蔡英文總統 你口口聲聲說 如果你當總統要維持現狀 請問你如何做到維持現狀 蔡英文沒有回答 那時候朱立倫是落選了 381萬票 蔡英文是紅了 他當選了 可是這兩年多以來 就是因為你講了你要維持現狀 可是你沒有方法 你也沒有步驟 你更沒有手段 就最後兩岸沒有維持現狀 這一次九個一大選民獎的大敗 現在2019年的1月的時候 因為蔡總統對於九二共識 等一國兩制的這個 意向他連結了 然後他講說 我絕對拒絕一國兩制 蔡總統講的其實沒有錯 他有他自己的政治選擇 可是他幫所有台灣人民 都定調就是我們都反對 我不知道台灣有多少人支持 或反對 或許做一個公投 會有更清楚的答案 現在朱立倫是跟你講說 你不能夠限制 我們講九二共識 因為國民黨認為九二共識 其實不等於一國兩制 所以當我們講的時候 你不能直接把我抹黑說 我就是在講一國兩制的時候 這時候朱立倫卻被網友罵說 因為你不夠強硬 朱立倫當時問蔡英文的問題 他沒有回答 現在又回來 又回到兩岸問題 所以我說政治人物 其實有時候也真的滿為難 因為你總是不能把話 像我講得這麼白 如果我要選舉的話 可能我也黑掉了 但是大家你要把時間拉長來看 朱立倫今天講的其實也沒錯 蔡英文總統現在當然可以說 他拒絕九二共識 可是你不要代表台灣2300多萬人 你代表的是你的680萬 689萬的民意 跟你現在的職務是總統OK 第二點就是 你的這個很強硬的談話之後 接下來兩岸走向的更對立 也將是事實嗎 就像馬錫慧的時候很多人講 馬英九應該要當習近平面前 去跟他嗆中華民國 甚至是要直接跟他翻桌 如果是那樣的話 根本不會有馬錫慧的 如果是那樣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通報了 像朱溫 我們上禮拜也在講 朱溫他不是沒有通報到聯合國 他只是沒有告訴你 他為什麼沒有告訴你 因為現在政治上是對立緊張的 所以其實都是一種選擇 我覺得觀眾朋友看完以後 大概想想就會知道 但政治局總是希望 能夠把這個事情操作到 會讓你激憤 會讓你想要去投票教訓誰 可是教訓了 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教訓完之後 後續蔡總統如何能夠面對 務實的兩岸問題 經濟部分跟軍事部分 才是重點 不只是蔡總統在 這一個禮拜的談話 然後他網路聲量暴漲 可是接下來還要走 所以我說紅可能不會紅很久 黑也不會黑永遠 就是這兩個人現在看起來 是蔡紅珠黑了 可是半年後或一年後 或許狀況又會不同